乙军表示 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地区的行动 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但汉尤尼斯的战斗远未结束 在此情况下 以色列军队从9号晚间开始 又对加沙地带南部城镇拉法 实施多次空袭 乙军为何在此时空袭拉法 拉法对双方来说有何重要意义 下面我们来听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 牛新春的解读 未来以色列的最重要的战略目标 就是拉法 那么以色列现在来昆西拉法 它的主要目的有两个 一个是通过大规模的昆西 让拉法的难民再往别的地方跑 那么之前以色列在进攻加沙市的时候 汉尤尼斯市的时候 也都是同样的策略 就先通过昆西 实际上是要驱赶在这些大城市的难民 那么第二个 当然它也是通过昆西来打击哈马斯的有声力量 拉法斯是以色列和哈马斯在这一轮加沙战争中 最后一次最振拔的战役了 因为对以色列来说 以色列目前认为哈马斯的主要领导人 哈马斯手里的被扣押人员 和哈马斯最后等成建制的军队 应该都在拉法斯 并且以色列说 哈马斯的最后等四个营的兵力也在拉法斯 所以拉法斯有可能是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最后一次大的战役 当然以色列要打拉法斯是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 首先是拉法斯现在大概有150万的难民 本来平时的时候拉法斯只有不到30万的人 那么这150万的难民到底往哪 疏伤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的关注 那么第二呢 要打拉法斯会严重的破坏以色列和埃及的关系 因为埃及非常担心 如果打拉法斯这150万难民 有可能向埃及的方向跑 同时呢 打拉法斯有可能还破坏1979年 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签署的和平协议 根据当时的和平协议 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边境 有一段是非军事区 如果打拉法斯 有可能以色列的军队就要进入非军事区 那么同时呢 打拉法斯还会影响到以色列和美国 德国等以色列最重要的盟友之间的关系 美国和德国现在已经警告以色列 不希望以色列来打拉法斯 所以打拉法斯不仅对以色列和哈马斯来说很重要 对于难民问题 对于以色列的对外关系也很重要